欢迎来到历史小教室 霍去兵、魏清这二人应该是被记录在史册 可是他们却被人从历史课本上抹去 究竟是为什么呢 魏清是辛亥时期的名将 汉武帝在卫史 官职大司马大将军 封长平后 曾七战七胜 为北部将军的开拓 做出重大贡献 而霍去兵是魏清的外甥 也是辛亥著名的康兄将领 17岁时首次征战 率领八百小级 深入敌经数百里 把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 在两次河西之战中 霍去兵大破匈奴 俘获匈奴继天津人 追去七连山 在漠北之战中 霍去兵凤狼继续 大击而归 汉武帝退位后 汉宣帝让一部分的匈奴归顺了朝廷 还有的被他们赶到了很远的外国 那么为什么要删掉他们打匈奴的故事呢 是因为现在讲民族团结 而这段历史不符合民族团结 所以就删掉 这样的历史课本事件 会不利于教育学生 学会民族团结和谐相处 但是后来 又将这段历史故事 放在了高中的课本里 因为大一点的学生 能够通过这些故事 学会武将的勇敢 只要老是用正确的方法教育 他们也能够明白 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待了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